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華為鴻蒙系統的最新消息報導 隨著海外打壓的不斷僵劇 很多用戶都非常期待華為鴻蒙系統能夠替代目前的谷歌安卓系統 從而擺脫當前的壟斷 而對於芯片方面的打壓 華為實在已經無能為力,只能暫時不用 但鴻蒙系統是華為唯一的最後一張底牌 那麼目前鴻蒙系統是處於什麼狀態呢? 何時候才能啟用? 近期,余承東給出了明確的答覆 根據最新的消息,余承東在此方面透露 華為公司為鴻蒙系統投入了上億元做研發 未來即是真正取代安卓,不受於他人拍佈 華為預計將在2021年發布帶有首款鴻蒙系統的智能手機 之前余承東也表示,如果停止安卓系統的使用 華為手機可以很快換上鴻蒙系統 所以這是肯定的 目前華為鴻蒙系統已經具備使用條件 只是生態鏈及相關功能可能需要再繼續完善 不久就可以使用 余承東還稱,安卓生態很多沒法直接使用 需要逐漸替代完善 就按照現在的使用體驗 相比安卓系統,鴻蒙系統只能達到 按照安卓的70%-80%水平 如果安卓系統以後被封殺 就算所有中國公司都不能用谷歌生態的話 華為這個生態就可以全球使用 從而替代谷歌生態 對於美國8月17日的第二龍制裁 余承東稱,誰的芯片都不能賣給華為 只要用了美國哪怕是0.1%的技術都不能賣給華為 這就對華為造成了巨大的危機 這是華為在芯片上最沉重的打擊 不過余承東仍然對未來表示樂觀 雖然旗艦芯片眼下沒有了 但他認為現狀不代表未來 還有5G我們現在是遙遙領先的 我們領先愛立信一年半以上 愛立信領先諾基亞5年 華為手機從安卓系統轉鴻蒙系統 只需一到兩天就可以實現 對於鴻蒙系統來說 余承東之前還表示 今年不會發布搭載該系統的手機 而明年有可能 按照余承東的話來說 其實手機早已準備就緒 只是因為還有和谷歌的協議 還有老款的手機 所以要等一等 等今年產品的銷售完結 明年開始華為可以給手機 智能電視、智能手錶、PC、汽車各個領域 投放鴻蒙系統 因為它是開源的 優點就是互通 在去年9月的AFA大會上 余承東曾表示 如果華為手機繼續不被允許使用 Google服務 會考慮立刻使用鴻蒙系統 並且華為將安卓系統遷移到鴻蒙OS 非常便捷 只用一到兩天時間即可 華為去年8月宣布新操作系統 鴻蒙OS以微內核為基礎 可用在揚聲器、平板電腦、智能手錶、電腦、汽車和手機等設備上 不過截至目前鴻蒙系統僅在智能電視上使用 而在本月6日 余承東在談到鴻蒙系統取用時間 他表示華為將在2021年發布首款鴻蒙OS手機 在本月的2020HTC開發者大會上 華為已推出了鴻蒙OS2.0版本 同時EMU11系統也正式到來 發布期間還了解到 目前絕大多數手機可獲得EMU11系統升級 而且據說用戶升級的概率將達到90% 用戶規模屆時將達到2億 而升級EMU11的用戶 未來也會優先獲得升級鴻蒙系統的資格 余承東承認華為一直在設法開發 鴻蒙系統用作的手機 但由於與谷歌達成協議所以必須等待 他認為鴻蒙系統最後將成為一個全球的平台 現在美國制裁最後是影響新手機無法發布 安卓生態也很多沒法用 他又透露現在華為已經開始構建自己的生態 並努力加強用戶體驗 等到時機成熟並一舉發布 所以華為的用戶請不用擔心 華為手機無系統可用的情況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